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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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晚安 今天Lucy沒有空了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做 讀起 今天我請Lucy做了一個題目 響應海豬和鄭州的英雄 推翻中共還我自由 我想講講清楚 這次有海豬的事情 人家叫我講一下 還有鄭州那個富士康的問題 有人叫我講 我實際你叫我評一下這些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的 因為我評述這些好過我的人很多 就不需要我來 我實際上是很簡單的 我為你們為香港做的事就很簡單 香港要光復呢 一天有共產黨在那裡就沒有前途的 就沒有得談的 所以我就真的是一心一意 只做一件事就要光復香港 但是光復香港的大前提呢 就是共產黨要臨當 要倒台 要解體這些不同的組織 組織就不可以搞我們香港 它一天搞著我們 一天就沒有自由 所以我只是對這件事有興趣而已 別的我都不是很有興趣 為什麼搞香港議會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段時間它還沒想到 我們做好準備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將來由香港議會去做 只不過有了這段時間空運 這一次呢 大家看到了 海豬那裡有些騷動 富士康在鄭州那邊 搞了兩次騷亂 第一次就是 因為突然間有個房間 有幾個女生死了 那他們的工人就很緊張 有些工人爬上出去就回家了 太危險了 你知道現在的制度 整棟樓 它可以送你去方艙醫院 在方艙醫院裏面一塌糊塗 現在尤其是冬天 有冬有性 吃東西有一塌糊塗 他們打算走了 前兩個星期 他們打算一封的話 我不如先走 回家 現在每個城市都是這樣 每次要封的時候 每個都停車 馬上就走 這裡出了事了 很多人真的走了 鄭州的富士康 富士康就差不多有30萬人左右 它這陣子在趕貨的 我原本也是打算換一隻手機 美國這個營運商很便宜的 給100元就換個iPhone 14給我 我開的那個叫做Max Pro 就是最大的那隻 就是在富士康那裡做的 就是現在在趕貨 趕不了貨了 很大的事情 因為這個就是最貴的 千多美金一隻 就是最好賺的那隻 現在加不了貨了 那它那30多萬人 那個錢 都可能走了10萬人的 走了10萬人回家 它要補回了 那它去補回那些人呢 它就告訴別人了 你來我去做吧 你如果留30天呢 30天你還在這裡做呢 我就給你3000元 你再留30天給你3000元 那才是合同的 然後再給你3000元 你再補回了 你再補回了 前兩個星期 走了那些人 怎料來到呢 他就失約了 就說 不是啊 第一個3千元 明年的3月份子給你 第二個3千元 就是明年的5個月 5月份子給你 就是你要留到明年的3月和5月 那才給你 那些人又不去生氣了 接著新人就調了他進去救那些宿舍裡面 跟那些救人一起住 救人兩個禮拜前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感染了 那幫新人就害怕了 是不是? 又害怕又生氣了 這次這個造反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 公司就答應給那個 那個特別給多三千元 就是說留在那裡不走那些費用 除了薪水之外 給這三千元 三千元兩次三千元的賬金 現在原本說三十六天給的 現在就變成明年三月 明年五月給 那幫人有興 跟著他還住在 跟那些救人住在一起 變成他們很害怕 很害怕惹到 一惹惹都游入房瘡而軟 分分鐘又回不了家 就是你知道了 現在那些這樣的 這一招 這一招經常動不動就在隔壁 就入房瘡醫院 不是我們香港 我香港給你回家 他這些人 直接去到房瘡醫院 很多人真的不見了 不見了 大家都聽到了 有個年輕人十幾歲 完全不見了 找回那個時候就已經不讓人看了 就是有些器官沒有了 被人活摘了器官 所以這些這樣的事情 現在裡面揣得很厲害 整個中國都有這樣的問題 海豬那邊大家都知道了 海豬區那裡那些湖北人就大撤退 那裡有幾萬湖北人做制裔的 那這次呢 廣東人就不喜歡他們了 廣東人就不喜歡他們了 廣州人就不喜歡他們了 那碰著他們裡面有疫情 那趁機就趕他們走 那安排走的時候呢 又是那些 你知道共產黨的東西呢 就是全部是 當人是畜生來的 那趕走的時候呢 可以在馬路那裡留兩天的 在這裡等的 就等兩天 又找巴士 跟著找高鐵車他們回到湖北鄉下 那這兩件事呢 實際現在發生在中國的 差不多有100個這樣的熱點 在這裡發生著的 很嚴重 因為這些疫情不漏人的嘛 它自己是發了集會的 現在整個中國 起碼有100個點 西藏 新疆 萊蒙古 跟著就是四川 西岸那邊全部都在發 浙江那些全部都在發 廣州都不止這兩處 那變成了共產黨的所謂武警 就分散了很重要 它正式軍隊當然要對台灣那些就不能用 但是武警呢 就屬於軍隊管的 以前就不是 以前獨立 那後來呢 習近平呢 前年就拿它撥去軍隊那裡 武警 那些所謂大伯 實際就是武警來的 有小部分是街邊朝回來 做一些走走滴滴的那些 但是呢 真的就有武警裡面握著機關槍 那這幫人呢 就分得很薄 你看看 有100個 有100個這樣的熱點 大家之間在封樓啊 封區啊 封城啊 那要有很多武警去維持秩序啊 那這些武警呢 已經分到很薄 這個情況呢 隨時可以搞大事的 人民搞的是有限的 這次富士康在鄭州搞這件事 已經了不起那幫年輕人 算是這樣的了 已經夠膽出來用救火筒 那些大伯當然是用警棍那樣 那些工人就用救火筒 那大家都頂得下 那這件事發生就很有勇氣 這幫人就真的難得因為他們收入好 而且他們富士康裡面的人是翻牆的 他們看到外面的情況 他們可以翻牆 他們整間廠都翻牆了 那些工人就看到全部發生了什麼 因為富士通的那些貢線 他們有其他台灣的經理 那他們當然要翻牆看 看開就是每個人都看的 就是他們的Wi-Fi那些東西 公司都有Wi-Fi 整個座數碼都有Wi-Fi的 那他們就有翻牆的能力 在這個情況下這幫人都挺開明的 他看到你這樣摸上我的自由 就是出來抗爭 跟那些所謂武警抗爭 這些是很難得的 現在中國我的理解 就是我問了很多人 有差不多這個100個點在搞的 那這些東西呢 當然沒有人可以保證有什麼發生 但是當然你看 武昌棄異 沒有人猜到在那裡會棄異的 而且軍隊裡面都不是很穩定的 譬如軍隊 某個軍隊裡面 他覺得他應該升級的 你沒有升到他 互調氣不順 他就會搏亂 所以軍隊都會做法 公安有可能做法 什麼都有可能 就是現在他這個清零之外 就是他這個清零之外 是在 Wrap 下 下 那些清零之外 互相之中呢 都可以搞定了 我當然說不出便當了 但是所以大家要金正火眼 要看著 什麼都有可能 人家根本呢 大家看習近平 看下去 就一尊一個人掌握權 實際上可以這麼說 他正式持有權 它對每個地方的控制是很弱的 越是一尊的話 它的力量就控制力量越弱 如果你有組織的話 你有整堆人不同的地方組織 不同的管理 那就反而管得好 你一個人管得那麼多 沒有可能管得那麼多 所以它下面有些人造反 或者不滿意的 很多這些有情緒 團派都有情緒 你拿它的校長都抬走了 那個當中台走了 下面有情緒的人很多 所以現在的問題 大家看著 你看河南 那個富士通那個廠 以前是李克強搞的 李克強是河南省的書記 那時候他就招了紅海 就是富士通來做 全中國最大的幫蘋果做的 就是在鄭州 當天李克強在那裡安排出來 那你說李克強很不開心 李克強在下面還在做總理 明顯是三月之交差 有很長時間的 現在都三月 很長的嘛 什麼都可能發生的 所以大家要用金睜火眼看著 我為什麼要看著 就很簡單 今天共產黨有事 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越有事 越是問題大 香港我們有機會 絕是有機會光復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呢 就叫做 心思就是一樣東西的 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的大戰題 就是共產黨要玩完 所以我整天都看著這些東西 你看不見到 我講話都講這些 可能你們覺得很悶了 不過我真的 我其他東西真的沒什麼興趣 你說要講那些工人的人權 那些在富士通裡面的人權 或者那些 我沒有興趣的 那些不會光復香港的 但是呢 如果有人起來 就推翻中共 這個就是我們有機會光復 我們唯一有興趣的 你叫我講講那些工人的人權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 越是被人剝削人權越好 它變成它會站起來推翻中共 我不會幫他們爭取人權的 這個合不合相反 我希望他們越生氣越好 明白嗎 所以我的出發點呢 跟一般的評述家 像柳夢熊說到 就是經常都說 這樣不對 那樣不對 是就不對 就是不對才好 就是說共產黨做了這件事 我也不對 說都騙他 說都沒有錯的 但是就是因為共產黨都不對 所以我們要拍手叫好的 我們不要他跟證 不要博駁他跟證 這個目的大家不是一樣的 劉夢熊就希望走回去一國兩制 又可以對大陸也好 對香港也好 我們就覺得一國兩制沒有希望的 越搞得越需要越好 這個就是很大的分別 這件事沒有完結束了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 習近平堅持清理 堅持 真是最簡單的課學 那件事也看不見 最近很大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知道覺得 forgetting 我們成功是否在遇到香港 現在這個人們不是在遇到香港 所以我們去跟證明看 阿聯 比如美國當然是在香港 阿聯 你看她的時間 你還寫了香港 她就在香港 我以為它可以克服病毒 病毒這件事根本就是要靠人自己的抵抗力 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左右 兩個星期左右就自然會過去 現在整個Omicron也好 B5也好 全部都是這樣 就是要承受了過去 說輕一點就是雙風咳 說重一點就是這麼多 現在的問題就是 習近平就覺得好像打仗一樣 他打贏了 以前打贏了 他要繼續贏下去 根本就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完全不懂得火候 不懂得病毒是什麼 病毒和人類是共存的 我們有這麼久人類就有這麼久病毒 沒有 永遠不是跟著我們走的 只不過希望他就不要這麼毒 比個溫和點那麼多 現在所有人都看到了 雙風咳的那些就是整個 永遠都有的 禁武永遠都有的 會變異 會變異 現在就變成這樣 有了一個習近平 他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人呢 中共裡面亂到一頭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所有的政策都推不了 你沒辦法 各個都怕 動不動又說要 一幫人去做測試 動不動又去測試 哪有人有心機 有人有心機去做辦實事 官員也沒辦法辦實事 大公司 國營企業 私人企業 大家就沒有心機去做 看到你做了 分分鐘做了一下 明天就說 拜託你封一封 不准 不用上班了 明天就關掉了 很多店鋪 今天開 明天開 明天開 明天學生學生 就是做不了下去 無所適從 這個習近平也說清零 其他人說不如開 試一下 但是好 現在就試一下 一試就又被人刪了 還背了政治罪名 說不聽習近平的話 你說怎麼辦 所以整件事現在就好事 我非常之開心 看到這樣 這件事影響到整個國力 整個中國的國力影響得很厲害 現在就看到了 他現在出去了 連阿杜魯多 加拿大那個英俊總理也不給他面子 看不看到 去到菲律賓 和菲律賓那個馬可思的兒子 也是不給他面子的 你看到他 你一躍 別人就不給你面子 所以他去到很多地方 別人都不給他面子 看到他整個國家躍 包括沒有錢 包括你亂來 你這樣清醒發言 別人知道的嘛 你這樣教別人清楚 這次蘋果都會有壓力 因為現在美國那邊已經登了報紙 說蘋果的廠在暴動 有壓力 蘋果呢 這些東西呢 蘋果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那個市值是最大的 你這樣 那些股票又跌了一點 跌了一點就很厲害了 在講幾十億幾百億的 跌了一點就已經幾十億幾百億了 那當然是來投訴 就是去溫富士康來投訴 投訴給郭台銘 那郭台銘再去投訴 那這件事多嚴重 這間廠可以這麼說 玩完了的了 以後呢 你看著 借頭借路 蘋果就借頭借路 搬到那間廠去印度或者去越南 因為它都覺得美國政府經常都警告蘋果 你不要太依賴中共 因為依賴了將來 如果有什麼打仗、吵架的時候 你變了人質 那它這次搞了這件事就趁機走了 這個東西蘋果走很多人走的 不只是蘋果這麼簡單 很多供應蘋果 就是一架手機裡面 比如有500件零件 在北京裡面可能起碼有一兩百個供應商在大陸 那些商商如果蘋果走的 他們說不如我們都搬到那間廠去越南 或者去印度 就在那裡當地供料 就是變成那條物料 那條供應鏈 就跟著那間廠去 蘋果去了 富士通去了 那你跟著其它的 譬如有8間供應工業的 你知道裡面有很多東西的 就跟著它去那裡 開一間廠去那裡 就專門供給蘋果 夠做的了 那量夠做的 所以這件事現在就在發生著 你看著整條供應鏈 可以說就限定幾十間廠 如果蘋果這件事一走 幾十間廠跟著它走 就算是很糟糕的 我們要很開心 這個中共做出來的根本什麼事都沒有 根本就是什麼事都沒有 你說根本呢 就說那時候它隔離那8個女生 沒有人敢去它那裡 那8個女生就在裡面餓死了 就是它搞出來的 原本它正常的 就當你是感冒了 當你打針了 就沒事了 誰知道它經常隔離隔離 動不動 清零就是隔離 隔離和清零是一件事 這件事搞下來 可以說就是 根本就是自己搞自己 搞死了中共 這件事真的搞死了中共 這件事真的 大件事真的 所以現在大家看著這件事是好事 絕對是好事 它自己都搞不定了 它裡面在喊著糕 團派和習近平在喊著糕 搞不定了 根本就是大家在喊著糕 它又不可以拒絕它 又沒有接管過來 又明年三月才接管了 現在就是大家在那裡頂著 在那裡頂著 做不到事了 做不到事了 經濟一天給一天睡 而且這些東西爆了 有爆了一個海豬 有爆了一個鄭州 富士通 很多的 這些是報道出來 那些人都會傳出來 你說新疆啊 西藏啊 內蒙古啊 其他地方 那些人都會傳出來 我們就不知道了 它很多地方 一去到那裡刪了你整個 整個手機網 等你傳不出來 它懂得做的 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要鼓勵 第二天我們有錢 要捐錢 有機會捐錢給那幫 那幫 叫做勇武 勇武 實際上是我們的手足 講到我們的手足 我們要幫他 怎樣找人去幫他 我覺得這個 你看到我的目的是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我不是的 我不是平術員 我一有這些機會 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機會將來會越來越多 共產黨的流動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是機會 你看到 前兩年不可能的 現在就看到了 前兩年共產黨鎳魚太山 現在見到它流動百搶 這個就是我們的機會